专家开咪 继续回来这一部专家开咪 专家我们请到这位嘉宾 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大邦 Hello 刘主席你好 Hello 大家好 先和你谈谈 你刚刚去完美国那边做一个展览 其实你了解当地的情况是怎样呢? 当地有八成全开了 人流也是很旺盛 在展览场地来说 都算是可以的 因为它都停了一大轮 它都停了一年多是没有展览 现在开了 人流都算是合理 当然跟高峰期的时候以前来比较 就更相差一点 但是整体是不是都比香港更旺 和香港有很大相差 第一点是旅客都已经离开了 因为他们没有了那些 譬如入境又要拆这个、拆那个 或者你又要申请那个 批了才可以给你上机那类 已经没有了那些了 基本上也都没有 口罩令都没有了 你带不带呢?就是随意 自己决定 你可以带就行 不带就行 就是差很远的 跟香港比较 人流那方面 和旅客量来说 比如我在纽约 看到大部分的游客 都在那里 旅游季节 刚刚开始了 所以这个情况 跟香港比较 有很大的反差 对于特区政府方面 都从事与流 即时停止了熔断机制 其实对于中小企方面 出来 会不会都可能 起码不用怕 回来的时候 有什么可能会有阻滞呢? 正确它熔断机制 就批杀了航空公司 那些班次的 因为航空公司 它没有可能知道 什么时候 它载着一些 招标的 中了招的客人 所以它们就只有 尽量尽他们所能去做 我知道 比如香港各大航空 他们为了 避开这个熔断机制 原本是每天都可以有航班 它就不是了 比如去很多的地方 原本的地方 包括伦敦 包括纽约 其他的 他们一个星期才一班 那就避免了你 好了 它一中了招之后 那条航线就不能动了 要停一个星期 所以它现在就行一个星期 一班 它就避免了不怕你熔断机制 但是呢 你一个星期一班 就很拿命了 因为譬如你在英国来说 以前来说呢 正常的情况呢 只是郭泰呢 一天都有六班多个月去雷敦 现在呢 一个星期才有一班 就是不要计计其他的航空公司 所以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那个 就是出门呢 是非常非常巨大 现在没有了这个呢 我估计它就 可以开多些航班 就不用担心 就是说 哎呀又要被人叫停 那这个是绝对是好事 嗯 以往呢 不少呢 香港的产品都输去欧美地方 今年其实订单情况是怎样呢 特别是 你去完展览会回来呢 其实业界方面 要开拓市场 一些都不容易 当中的挑战是怎样呢 那啊 订单那方面呢 就是由于呢 去年呢 很多订单呢 就完成了之后呢 就去不了那个目的地 由于那个 航运费呢 非常昂贵 还有呢 航运 你去找个集中商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呢 就有些货呢 是职存了 无论在你自己的厂那里 或者在你的客户那里呢 都少了的 少了这个订单下给我们 因为它有了存货 所以估计呢 今年呢 那现在开始呢 就是生产的高峰期的了 一直到九月呢 都是生产的高峰期 和落货期 那就似乎呢 那个 运费呢 就低了一些的 相对去年 嗯 梁荞其调的 这比 heck 希望呢 可以去继续呢 是可以 可以接受的那个 那个价呢 那变成呢 接单呢 估计今年呢 就应该呢 比去年呢 大概是2成的 那就即是啊 既然呢 其實基本上多一些通關 多一些取消的限制 對中小記一定是好事 不如問一下主席 政府剛剛公佈的18萬公務員的加薪是2.5% 你覺得這件事對私人的市場有什麼指標狀況呢? 2.5%呢 首先我們覺得它非常合理 由於公務員 我們已經體諒它兩年已經沒有動過 所以有得加這個也是合理 這個加幅也不是按它之前薪酬的調查 那個7點多 那個數字就是太大了 那個高級公務員加薪度超過7.7 7點多那個 或者4點多 2點多這個 就是用2點多 2點5 這個是非常合理 至於它那個影響對我們 就有一點點指導性的意思而已 就是我們不會跟蹤它的 因為呢 它是一個機構呢 本身呢 是不會基本上就 就是不會怎麼虧錢的 很大的 它有很多儲備在的 那麼我們呢 這些中小企呢 就真的是 我們的儲備有限 那麼甚至乎是我們有很多企業呢 在過往那兩年半呢 都是虧錢為主的 那麼就是能不能夠調整到適當的加薪 那麼就要視乎各行各業呢 是不同的行業呢 他們那個能力 就是能夠支付得起的 它就可以加一些 給那些員工 大家開心一下 亦都可以保留那些人手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一路已經虧錢的呢 你或者你不去調整人工呢 那些員工 心中有數的 他們都理解的 所以這個指導性而已 就未必我們跟著他們的 那麼疫情期間呢 中小企的那些請人呢 有沒有大的問題呢 現在會不會好好分別呢 請人那方面呢 就其實就 都 就是有一部分人才呢 就很難請的 技術人才特別是 那就因為呢 有部分人是移民了 所以變了呢 就是有一些 那些中蕩的技術人才呢 是比較吃香 那些比較難請 那一般那些 就是基本的勞動人口 那方面 那個人手的供應呢 就應該暫時都 應該足夠是可以 請得到 那當然看看 餐飲業那裡可能就會 人手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那些餐廳開始開曬的時候呢 它需要的人手是比較 比較需要大一點的 嗯 那目前呢 就是對外呢 未能夠解除 入境的隔離啦 和內地方面呢 當然也都是 還有個通關的 時間表都還未出啦 那這方面呢 業界怎樣應對 長之下去呢 其實你看回呢 一些中小企 甚至可能廠商方面呢 其實他們那個部署會怎樣呢 就是最主要我們在說的都是 那個廠商的運作 跟那些客人 是不是可以過來 看到你的生產線 它就會放膽落單給你 但是現在來不了 或者來到都要隔離幾天 現在來不了 嗯 是啊是啊 我們都有跟那些客人 邀請他們過來 就是特別那些新客人呢 舊客的 他對你有信心啦 但是那些新客人來講呢 我們就希望他 過來看看我們生產線 那就變成了呢 對他的那個落單 那個 機會會高一些啦 但是 跟他們說呢 暫時來說要隔離七人 他們就說不要啦 等你那個隔離 那個制度取消了之後呢 我們先考慮過來看啦 因為他們通常呢就是 就是過來看 看廠呢 是講著三天的而已 然後上 就是來到香港再上 車上廠看 看完之後 再下來 頭尾三天他們就走的了 那如果你說要他們隔離了 七天之後 才再上去大陸 又再隔離七天 才去看廠呢 它沒有可能 過到來的了 所以這個要等啦 要等 嗯 另一方面呢 我們看到呢 美匯方面呢 其實呢 曾經美匯指數上到 1806 來到中華 港資出去其實很好用 不過現在 暫時都出不了 美匯持續強勢 對於中小企的部署又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呢 美匯很強啦 但是 跟港幣來說呢 就沒有什麼影響的 因為它是不是都放了它呢 它7點 7.45 7.85就是日方兌換保證 基本上 7.85就是一個政府 擔保了 所以它 它升的時候 港幣也要升的 除非你不是去 美國那個地方 你去其它地方 可能就會很小一點呢 港幣 至於呢 就是 我們生產的方面呢 其實那個影響也都不太大 因為呢 人民幣也都是很強的 塞索那呢 來講呢 都是對6.7啊 6.6啊 那麽上 就是沒有什麼很大的 變動 在今年來講 美元 對人民幣 就影響到我們那個生產成本的嘛 就沒有什麼 很大的變更 嗯 我想問一下主席呢 你是代表中小企啦 那麽新政府又上場 有什麼期望呢 你對於他們 期望就 就是希望他們在 就是資助我們那方面 就大股闊苦一點啦 就不要說就是 就是拿得很緊啊 需要時間就很長啊 就是譬如它現在 有很多這些扶持的計劃啊 是有40項的 30多40項的 但是呢 很多呢 都要很長時間才能申請到 那麽我們現在 就是等著那些資金呢 是去幫我們的企業呢 繼續運作下去的 如果你太長時間去 去審批的話呢 就是那個功能 就是可能我們都已經是 收拾了 都申請不到 那你 你就 就是得個名字 就是幫不了手啦 那另外呢 就是在 將來研發的那方面呢 應該 它都是要 就是放鬆些 大膽些 給我們 有機會 就是鼓勵我們去做研發 就是不要說 然後它在這方面 可以大刀 扶著一點 那我希望你們都多些 和政府去溝通 反映上業界的意見 和政府能夠互相 大家可以配合 最重要就是疫後方面 復甦得好 今天呢 多謝你劉大邦 多謝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剛才 剛才我開演會 我忘記了你 沒問題 多多保重 保重 多多聯絡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